房子就像破了个大洞 水像瀑布一样倾斜而下 仔细算一共十个大小不同的水桶在接水 屋主已经把家中能装水的器具全都拿出来了 没想到漏水还是接不完 下雨天会夸张是墙面全部都是湿的 然后没有下雨 只是固定 我觉得为什么要接水桶 这就是两天的水而已 而且受害住户不止一位住楼下的许小姐 同样每天都在接漏水 更夸张的是家中没有一面墙是完好的 屋内出现严重的臂癌 墙面黑水不停冒出 厨房与石天花板也都无法倖免 台中中民南路这里的房子老屋拉皮重新装潢 室内约16坪一开始整体看起来非常精美 没想到一个多月前才是噩梦的开始 24户中有5户屋内开始夸张漏水 有些卧房地板更是冒水冒得非常离谱 一脚踩到水还以为踏进了游泳池 连他们自己叫的师父就是他们也觉得说这莫名其妙 这是怎么由上到下由下到上 刺出了梦 先敲再看再说 可是对我来说这样子的话 真的有一个保障 没有都不动一直都在动 屋主的部分 会给我们充分的权利去处理 因为主要是门不开 屋主现在已经不放心将房子交给建商处理了 也不敢再租进去 落水问题拖了好几个月 两名屋主都找好律师 决定走法律途径来解决 记得联缘兵系列人阵台中采访报道